开启那个问卷调查01 不是02,因为02等于是做好的啦 因为我担心说有些同学如果01的部分没做出来 那后面要做统计分析就会有问题 所以我这边有放个02是完成档 然后所以请各位把那个01的档案打开来 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它这边的结构是这样 其实各位可以常常遇到就是那个资料 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说它里面 通常是因为那个比如说产生资料的时候 它会放个编号 它不会放这个它原来这个名称 那你要怎么知道名称 它变成说你要自己去查表 比如说这个地方它的性别栏位 理论上如果你要把这个资料丢给那个枢纽分析表 去帮你做统计分析的话 那你势必你就需要什么 需要把这个资料一定要转换成这个正确的名称 比如说A1的话呢应该是什么 应该A1是男 A2是女 但问题来了 如果你这个地方你要把这个A1转换成这个男女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一般当然有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你直接直接在旁边什么 再插入一栏 像刚刚的做法插入一栏 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把那个性别 性别名称 比如说这边又多一个性别 性别名称 然后呢就是用查表的方式 那根据刚刚的方法 比如说就是一样的方法 插入V软函数最近使用过的 然后呢查A1然后去哪边查 去到这边查 这个对照表 那不含哪位名称 然后要哪一栏的资料 要第二栏的资料 然后要比对方式完全比对 OK 然后呢 一样把那个清单的这个列 A2跟B3的地方 前面把它加一个前列 因为你向下填满 它会自动加1 把它锁起来 按确定 那再来的话 当然你就向下填满 这样子 就可以得到正确的性别 那理论上 当然主要我们是要这一个才对 而不是这一个 所以其实最好你将来这个 这个栏位名称 可能就是 再把它稍微修改 也许这边也许叫什么 性别的 什么 编号 或者性别的 这个一个什么 反正就名称上面的话 可能稍微变更一下 不要一样 不然的话将来你在抓 那个数量分析表 栏位的时候 你会搞不清楚 到底哪一个名称才是正确的 年龄也是一样 再插入一栏 可是问题 目前这边总共有几栏 这么多 到P 所以呢 有没有一个比较快的方法 当然 我们如果遇到像类似这样的处理 你如果用之前的方法 显然效率就不够 而且呢 这样的话 要做很久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完成 什么方法呢 如果我要查表 我希望一次就全部查完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我们把它Ctrl Z好了 恢复成前面的动作 我们把它恢复 那原则上 我们可以这样 第一个 请你把这一个对照 这个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 原则上 再复制按右键也可以 复制或移动 你复制 不过比较快的做法 是你直接拖拉 拖拉它 再加Ctrl 键 Ctrl 就复制 然后放开 这边就多一个问卷调查2 这边是问卷调查 那将来呢 我们可以拿问卷调查2 去查问卷调查 所以请你把什么 把问卷调查2 里面的所有编号 都把它删掉 问卷编号留下来就好了 所以 当然最快的删除方法 你可以 试着 可以记一个快速键 这个快速键 蛮重要的 就是Ctrl Shift 向右 它会移到最右侧 然后Ctrl Shift 按住 再按向下 它会移到这个范围的最下方 你按Delete就可以了 所以Ctrl Shift 向右向下 意思就是向右选取 向下选取 它会 帮你把 你的右侧跟下面的资料选起来 你按Delete 这样就全删掉了 那其实 我们待会 其实只要利用什么 一样用V的函数 另外呢 再搭配一个什么 搭配一个叫做 Indirect的函数 那就可以 整个全部都快速查完了 相对会快速很多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 如果用刚刚的方法 一样 再做一次 这个 V run 查什么呢? 那查前面这个 所以 相同的位置 不同的工作表 那对照表在哪里呢? 对照表一样在清单 在清单 清单这个清单里面 然后呢 再来就是第几栏 一样第二栏 输入0 然后按确定 你会发现向下填满 这个还是有错 错在哪里? 错在这个 这个 参数里面 这边记得要把它 加个钱的符号 如果没有加的话 那向下填满就出错 所以一样的 这个也是蛮常遇到的 按确定 那向下填满 好 那当然呢 如果说 你现在做好一个 那下一个 变成说 当然你再去查 年龄 也是 OK 可是问题 有这么多栏 那如果说 你想快一点的 把它完成 最好是什么 做一个之后 向右向下 整个完成的话 那有什么方式 可以稍微变快一点 这个地方的话 跟各位讲 你可以用一个 INDIRECT 不过INDIRECT 应该怎么加 那跟各位讲 其实它有一个 方式就是说 如果你要INDIRECT 第一个呢 你必须先把 这个名称 这个范围先取个名称 然后呢 再透过INDIRECT 帮你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带过去 那应该取什么名称呢 其实我们可以根据 这边上面的栏位名称 跟它取一样的名称 为什么要取 因为如果INDIRECT 直接抓这个名称 那我就可以抓到这个范围了 所以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名称呢 会跟那个栏位名称一样的话 我做一次一个看 第一个 我们应该要先做 把这个范围定义成一个名称的动作 那怎么定义一个名称 一 先选取A2到B3 然后呢 先把这个名称先复制好了 这个名称的话 先Ctrl-C 取消一下 然后选取A2到B3 把刚刚的名称放在上方 上方这个叫做名称方块 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 请你按Enter 那你会 这个叫定义名称 以后的话呢 这个名称 就表示这个范围 你可以从哪边得知呢 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这边呢 有没有看到 这个名称 以后就叫这个范围 也就是说 以后 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 像刚刚这个公式 我刚刚是用 跟他讲说 那个范围 那如果 我现在把它改 改成什么 改成性别也可以 其实我这边 或者按F3 F3也可以 你打性别两个字在这里 或者你按F3 那因为我刚刚已经把这个范围 的名称放过来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在那个F3 也会出现那个名称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他一样会找到这个范围 那按确定 那向下填满 还有个好处 如果你定义好名称的话 你向下填满 这边就不用锁钱的符号 直接向下填满 就OK了 那如果说 假如下一个 如果下一个的话 年龄怎么做 其实年龄一样 你可以把这个清单这边 一样 把它定义成一个名称 叫年龄 所以一样 那这个范围呢 就叫做年龄 不过 可能要确定一件事 你不要这个范围选错 因为之前有同学选错范围 所以最后结果做出来结果不对 然后也就以后年龄就表示这个范围 那如果说呢 我们刚刚查表的话 那一样 如果用 甚至是不是可以拿这个公司来复制 复制一下 然后取消 把它贴过来 那你会发现 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就好了 哪个地方要改 第一个 这个 应该就不能指向B2除 应该是指C2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 这个B要变成C 因为我要查的蓝变成不是B蓝 是C蓝 C蓝的第二列 然后呢 再来第二个就是 我要找的对照表也不是性别 而应该是年龄 所以把它删掉按F3 有一个年龄 意思是说 那个区域年龄找一下 找第二栏 帮我把它查回 按确定 年龄就出现了 OK 然后 一样的话 向下填满 那就查到了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这样做 其实还蛮花时间的 如果要更快一点的话 我教各位 你可以再配有一个 Indirect函数 Indirect函数 就可以直接帮你把什么 把那个清单的名称 直接把资料带过来 那不过 待会可能还要先做几件事 就是你必须把每个范围的名称先定义 所以这个名称叫性别 这个名称叫做年龄 这个名称叫做教育程度 我依此类推 先把这些上面的名称先定义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配合一个叫做 Indirect函数 就可以把那个范围的资料带过来 那我把画面先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试试看 不行 拜拜